如今成为娱乐圈灯红小花旦的赵丽颖 想必大家都知道她是出身农村 从多年跑龙套之后成功投影而出 成为女主角 这么多年的努力让她在娱乐圈有了现价的成绩 也是很不容易的 观众们都知道她和陈小爷有过一段感情 但是最后也是因为各种原因而分手告终了 而如今陈小爷和陈妍希结婚 还有了两人的爱情结晶 但赵丽颖的感情是一直空白 这些年都忙着工作 也没有为自己找个男朋友 可也是因为接了很多气 让赵丽颖也认识了不少男演员 只要这搭档关系稍微有点亲密 就会让观众觉得两人有一腿 所以赵丽颖也是有了不少的绯闻 之前跟陈伟婷两人一点小动作 粉丝们都会惊呼 除了陈伟婷之外 还有一位就是李一峰了 赵丽颖和李一峰在拍《青云志》时传出了绯闻 后来还经常被拍到两人一起出现在机场 而且动作也十分的亲密 但赵丽颖也没有正面的承认这件事 但在向往的生活里 赵丽颖和谢娜在一起的时候 赵丽颖跟谢娜说 自己向往的生活 就是有自己爱的人和喜欢的事情 谢娜就表示赞同还祝福赵丽颖 看样子赵丽颖是有了自己喜欢的人了 网友还纷纷猜测 这个喜欢的人会不会就是李一峰 毕竟两人在一起可是很有CP感的 而且在近日有网友发现 赵丽颖在机场的时候引起了关注 发现赵丽颖腿上又因为拍戏留下的伤疤 但有人发现赵丽颖手上戴了一枚戒指 这是好事将近呢 其实在李一峰心中赵丽颖也是这样的 觉得赵丽颖很单纯没有心心 拍戏也是特别的敬业 和他聊天也非常的舒服 赵丽颖本来是娱乐圈有名的赵小刀 但是对李一峰却是很特别的呢 而在赵丽颖心中李一峰也是大暖男 说他很会照顾人 性格也很好 如果两人真的一系生情 其实也是不错的事情 而且两人也确实很般配 你们希望赵丽颖和李一峰在一起吗